我是杨淑涵 昨天晚上被强行绑架带回了家中 现在的人身自由依旧受到限制 昨天我在一个月前买好了从昆明回北京的车票 昨天一计划来到车站准备上车回北京 在这个过程中之前没有任何人说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而在过安检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五六个不明身份的人士拦住了我的去路 我反复问他们他们到底是谁 有没有工作证 为什么要这么做 依据什么理由这么做 他们在当场没有给我任何回应 然后抢夺了我的手机 几个人传递就让手机不知所踪 我一直谴责他们这样的强盗行为 问他们索要我手机到底在哪里 他们一直不给 然后我去到办公厅 去到公安局的办公厅去询问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警察来干预来管 然后几个警察安安稳稳的坐在沙发上说这件事我们不管 我只能回到大厅继续去想围着我的几个人去询问 他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来做这样的事情 想要绑架我 他们给不出理由 最后让名身份自称是公安局的人 跟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最后架着我的胳膊绑架我把我绑回了安妮的某个酒店 在酒店中他们所谓 因为有老师有家长在场 所以他们的行为是在所谓的做工作 没有实行绑架 同样我再次询问为什么阻拦我去北京 他们给出了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个说是北京正在召开中非会议 所以学校对于所有在校的大学生都说这个不应该在开学之前回到学校 我问他们这个我们学校人大有出过这样的规定 以及教育局有出过这样的名文规定吗 他说不出话来不给这样的理由 然后第二个理由说我间接接触境外媒体 我问他有没有任何证据说我间接接触了境外媒体 以这个理由来阻拦我 他又无话可说 然后说了第三个理由 是因为我参与了之前 申员家世工人维权的事情 所以以他们的话来讲 千千万万上北京的人为什么只阻拦我 我问他们这件事情 我又犯了什么罪 犯了什么罪 为什么以这样的理由要阻拦我 我到现在始终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正义的 是合法的合理的 你们这样以这样的事情就能在这里 执法犯法阻拦我这件事情吗 以及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用法律的方式来裁决 而是通过这么悄悄默默的又再次实行绑架 把我绑回酒店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们给出理由 所谓的教育 所谓的要救我一把 我实在理解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我被强行的带回家中 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 限制我的行踪 我表示强烈的抗议 我始终认为我声援平山 家事工厂工人维权的事情是正义的 是没有错的 我也将继续为这个事情去斗争去抗争 以及我在这几天看到的是我的人身权益在一直受损 他们这样的所谓的没有拿出任何证件的公职人员 去执法犯法 然后同样的是任何的公信力都不讲 我在之前在平山小学里 他们扣押我的时候 这一帮公职人员曾三次跟我说 再回来之后不会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不会跟踪 不会限制我的行踪 而回来之后一直行踪之时 然后昨天居然实行了这样的绑架 所以我将以绝食来表达我的抗议 一天限制我的行踪 不让我回北京 我就将绝食一天 我始终认为 再次强调 我声援家事的这样一个事情 是正义的 是正当的 也将坚决的在这个事情上斗争到底 我看来之后 我看来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